大陆主办的中亚峰会盛大揭幕 与此同时G7峰会也在广岛展开 对于今年G7峰会的公报 强调应该要对中国大陆 采取所谓的去风险而非脱钩的模式 大陆外交部呼吁 世界需要的反倒是去意识形态化 我们来听听发言人汪文斌怎么说 谈论所谓的去风险 首先要弄明白风险是什么 源头又在哪里 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风险 是凭借自身军事优势 对阿富汗 伊拉克 叙利亚等弱小国家 发动野蛮侵略的霸权行径 是破坏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 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无理打压别国企业的霸凌行径 是鼓吹民主对抗威权 试图把世界拖回冷战年代的 开历史倒车行径 这些风险无疑来自中国 全部来自少数试图给中国贴上 各类标签的国家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过去十年 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 超过七国集团国家的总和 中国给世界带来的是机遇 不是挑战 是稳定 不是动荡 是保险 不是风险 世界脱不了沟 也不需要以中国为目标的 去风险化 世界需要的 是去意识形态化 去阵营化 去小圈子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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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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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